在中国广大年轻人怎么写文章 以什么样的文章为模仿对象 甚至精神榜样 这是一件极严重的大事 不仅事关文学 也不仅事关教育 而是和国家社会前景有关的大事 现在将来我不知道 至少以前都是这样 讲这个话题是因为上海的萌芽杂志创刊60周年 60周年特刊共144页 特别收入巴金在1981年为萌芽复刊所写的记语 1981年12月号的萌芽上 我发表了一篇小说叫 光讲的是一个目的并不重要 过程就是一切的故事 我今天还相信这句话就好像眼下是欧洲杯 其实最后谁读冠并不那么重要 整个赛程跌宕起伏 惊心动魄才是魅力所在 当然 假如没有这个冠军的目的 这一切的过程又没有意义了 1981年 我正在读现代文学研究生 也发表了十来篇小说 那个时候新时期文学打引号 方心为哀 思想解放 取蒙运动 当时我们并不怎么在意巴金的际遇 觉得讲的都是常识 巴金说 我描写反映自己熟悉的生活 表达我的思想感情 用笔做武器进行斗争 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 也是我的权利 我要进行战斗 就不肯放下我的笔 在今天呢 文章也要网红 公众号广告软文 成为无数青年 写作模仿对象的时候 再读巴金这段话 如雷贯耳 我要进行战斗 就不肯放下我的笔 这是巴金当年说的话 今天大概是 我要人民币流进来 就不能放下我的笔 巴金的文学观呢 当时我们觉得挺保守的 他说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呢 我也读了一些 那些震撼我的心灵 使我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的作品 例如悲惨世界跟复活啊 绝不是乔装打扮金雕细作 炫耀才华卖弄技巧的东西 我们当时正崇拜 喀夫卡海明威等等 觉得巴金观念有点朴素 但是巴金有一段话 却是道出了今天 千千万万网民的心声 他说我写文章 不是因为想做作家 只是因为我有一肚皮的话 想吐出来 我在生活里 有许多感受要写出来 我的感受我的话 只能由我自己写自己说 不能找别人帮忙 最后呢 巴金对青年作家的期望 说他们有勇气 有良心 有才华 有责任感 他们不为民 不为利 只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他们不是文学商人 也不会看风向 看行情 读到这里啊 我怎么觉得巴金 在重复主旋律的同时 又对今天的现实 做了非常精准的预言 今天的互联网啊 让每个人把自己 一肚皮的话吐出来 真正变得有可能 当然了 考虑到删帖等等问题呢 也是部分的可能 弗洛伊德当年说 文学呢 永远不会消亡 因为每个人都有 被压抑的梦 在潜意识里 每个人都是作家 这个理论呢 也因为科技的发展 变为具体可行的现实 但是人人都写作 在微博微信上 总有少数人 更出名 更成功 有更多读者 更多粉丝 因此呢 就像80年代 大家希望在萌芽 等期刊上发表小说 或者90年代 大家要在萌芽 主办的新概念大赛中 获奖一样 韩寒就是在那里获奖 现在更直接的写作成名 获利方法 就是公众号 有几十上百万读者粉丝 粉丝读者一多 就是你的本钱 广告商就宣布投钱 因此现在有些 著名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就成为无数网民的 写作的模仿对象 我在很多场合 见到很多年轻有为的 编辑记者文化青年 他们不是问作家的问题 而是告诉我 现在一篇微信公众号 多少多少广告费 就像我们在大学里 都重视老师 拿了多少万的研究基金 而并不关心 他到底研究什么 一样今天写文章的人 关心的是文章有多少收入 挑获了稿费 版税 作协 评论 得奖等等 直接就是人民币 拿了人民币呢 这些写手呢 就抱怨说 人民币啊 就是人民逼啊 逼迫的逼啊 这个成功的公众号呢 说怎么样来这个翻新 维持扩展粉丝数量 压力太大 各个网站呢 现在都有对有前途的写手的系统的专业培训 让我想起当年作协对我们青年作家的培养 我当初上海作协师小说组啊 被培养 我跟王安逸还是一个组的 当年我们为发表一篇小说啊 三番四次 修改 有时候是不开心 但是为了发表也要修改 改得锋芒全无啊 但是你发表以后呢 你就作为作协会员 你的一生的命运就改变 你的毕业分配啊 你找工作啊 你各方面都得到很多的好处 今天的培训 第一呢 他会要求写作的人呢 你要生活化 信息化 专业化 比方说你写美容吧 那你就要写很多整容的利弊 有趣的故事 你要是写学校的吧 那你就要专门写一些升学指南 什么学校去 什么学校进不了 这样呢 你能够抓住固定的粉丝 第二呢 你的文字要活泼 而且呢 要不时的加点TM这样的出口 尤其是女作者加出口 更加有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 要巧妙的放进植入广告 是一个很高的技巧 第三 政治上千万要安全 否则呢 一切白费 我看到有一位非常成功的 我对他本人没什么意见 我很羡慕他的成功 这位非常成功的 微信公众号的写手呢 他的总结就是 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创作 一定要正确定位 把自己看作是产品 时时刻刻想到顾客的需要 在这种文化新生态面前 再重读巴金的旧文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文章写法简而言之就是四种 第一种是自己的原地 作家只忠实自己 为艺术而艺术 鲁迅的彭皇野草 周作人的散文 约大夫林语堂 梁石秋 张爱玲 钱宗书等等 都是这种写法 第二种呢 只既忠实于自己 也希望救世 优国优民 鲁迅的呐喊 巴金 矛盾 潮语等等 都是 巴金所说的用笔做武器啊 一度发展偏了 经过延安 到了六十年代 变齐了红卫兵的时候 拿起笔来做刀枪 所以当时这个传统被人质疑 可是巴金就在这个时候 仍然强调这个观点 在今天看来 在社会现实面前 用笔做武器 还是有值得坚持的价值 第一第二种的文学呢 主要靠期刊书本 第三种就要靠报纸连载了 张恨水 金庸 都是娱乐读者为第一要物 从鸳鸯蝴蝶到原情武侠 但这类写作呢 虽然希望更多的人看 但是呢 作家总是强调 要有创作才分 要有自己感情 要有个人风格等等 现在出现了第四种 就是刚才讲的网络写作 他直接把自己定位为产品 获益方式也特别直接具体 进一步的发展